Hello大家好,我是喜欢夏登三三,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那今天视频呢又是大家最喜欢的主题,那就是爱马仕的包包开箱啦 我今天特地把我金棕色的康康,就是康康19 或者有的人叫它mini康康拿出来 因为要开箱的这只包和这个康康有一方面的相似之处吧 但是又有一些不同 因为现在秋天到了嘛,然后我觉得最近大家都非常非常的迷 或者是最近那个美拉德色系,非常的火 就有点像那种烤bacery,就比如说烤面包,然后那种焦糖色的色泽 像这个我的金棕康康就是他们最有名的金棕色 然后配的是银扣,然后大家可以看到也是白色的走线 这个康康是我的第一只爱马仕包包 然后我从20年买它到现在,其实各方面就状况都还挺好的 我背它去过很多地方,也没有非常的去宝贝它 然后平时就是该怎么用怎么用 但是可以看到这个一皮,Epsom皮 整个的包框都还是非常非常好的 那今天要开箱的这一只包包呢 是跟这个康康同一个色系 但是它是一个传承皮革的包包 所以大家我们就话不多说,赶快一起开箱看一看吧 就这只包包呢,我觉得还挺特别的 因为这只包包是我的闺蜜们帮我弄到手的 就是我有个朋友,她其实她的销售 然后有offer她这只包包 但是她当时就是很确定是不要 因为她个人不是很喜欢这个包型 但是呢,我呢,就一直是在观望这个包型 特别想要入一个这个包型的 所以呢,就是当她知道有这个包包 但她有准备要去拒绝她的销售的时候 她就想到了我,然后问我要不要 那我当然是,二话不多说,赶快把它拿下了 那大家看这个盒子的大小 大概可以猜得出来 它和这个迷你康康是比较相似的尺寸 然后它也是一个mini size 就是一个迷你尺寸的包包 所以大家猜猜它是什么呢 叹叹,对,它是一只mini lindy 就如果有关注我视频的朋友就应该知道 就mini lindy真的是我最早最早关注的集 就是爱马仕包款之一 我之前还专门有做过一个视频 然后去就在mini lindy刚开始推出的时候 然后去做过测评 然后去测评它的实用性各方面的 没想到时隔这么多年 我终于终于入手了这一只包包 然后这个是从店里面拿出来 前期那个状态可以看到这个什么肩带膜啊什么 我都还没有拆 因为等着想要跟大家做一下这个开箱 这只包包大家可以看到它的特别之处是在哪里呢 就是你可以看得到它这个皮质和这个金棕色 放在一起对比的话就发现它们两个其实颜色上面有挺大的差别的 所以这只包包并不是金棕色 虽然说你看起来好像也是有点那种焦糖马其朵的颜色 然后配的也是白色的走线 但这一只是个福宝马鞍皮的包包 我可以把这个扣子解开给大家看看 福宝马鞍皮的包包最特别的地方在哪里呢 它不仅就是说它有那种特别的特殊的皮质的香味之外 它个人也是有那种自动修复的功能的 还有一点就是福宝马鞍皮的包包 它其实刻印是刚印的 对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就在它的这个扣子的地方 然后不是说是像那种什么 如果是金扣印的是烫金的印刻 然后如果是银扣的话是那种银色的印刻 这只福宝马鞍皮的印刻就是像那种 镶嵌进去的一个刚印 所以我觉得特别就是非常的special吧 这也说明了就是这个包包是一个传承皮革的包包 这个皮革整体我觉得非常的亮 就尤其在阳光下看上去非常有光泽 我们可以跟那个一皮的康康做一个对比 就很多人其实不太喜欢Epson皮 就是因为觉得就是一皮的包包可能会有一点塑料感 然后毕竟它是按压的那个小牛皮嘛 然后所以说的确摸上去的话会有一点点就是塑料的感觉 但是这只包包就是摸上去就是非常非常 怎么说呢奢华的那种皮质的感觉 然后并且还觉得挺油亮的光泽度非常非常的好 然后我也很喜欢它配上的是银色的走线 因为就是福宝马鞍皮和大象灰和金钟一样 都是配的银的走线 然后再加上这一个是一个银扣的包包 我个人就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看 它这个肩带呢就是从刚开始推出的时候就被很多人诟病 就觉得肩带太长了 尤其是小个子的女生背上去的话可能会有点压身高 但是好像自从21年开始 然后Mini Lindy它其实就是有一定的改版 所以它现在的肩带长度我自己去试了一下 是正好在我的跨步附近的 所以我觉得它现在这个肩带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肩带的长度 那我现在打开里面给大家看一看那里的结构 相信大家对这个Lindy的结构也不陌生了 然后对Mini Lindy来说的话 它有做一些很细微的改变 就比如说就是它里面的口袋 其实说实在的装不了特别多的东西 然后呢其实就是一个大的夹层 旁边的话如果你想的话 我觉得应该可以放两张卡吧 或者放一些地铁卡之类的 然后侧边呢也是有两个口袋的 同样的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放不下什么东西的了 就是可以装可爱用吧 然后底部呢是跟其他包包一样是有四个底钉的 然后对这个包整体也做了一个保护的作用 对马鞍皮来说它其实是有两种 就是一种是福包马鞍皮 就是像我的这一只包包 还有另外一种呢就是光面的马鞍皮 光面的马鞍皮的话平时可能也会更容易划伤一点 然后我个人也是更喜欢这个福包马鞍皮 它就是有一点点纹路的这种 然后而且这个马鞍皮真的是 我一直听说就大家说福包马鞍皮 然后我就是闻着特别的香 拿到手了以后真的这个皮革 真的是有一股超级超级好的一个芳香的味道 这只包包呢它其实是不怕水 但是它怕油 然后有人说刚开包了以后 然后想要凑进去闻一下它这个皮革的香味 然后结果鼻子上面有些油 沾到这个包包了以后 留下一个印子再也擦不掉了 所以我觉得我以后如果要擦什么护手霜啊 或者是沾了一些油的东西 我觉得我会比较不太敢碰这只包包 但是如果淋雨啊沾水啊什么的话 这个包包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即使你比如说有一些小划痕的话 它也会有一个自我修复的功能 对这就是今天这只包包的开箱啊 真的是超级感谢我的闺蜜 然后帮我弄到了这只包包啊 就是迫不及待的想要背它出去逛街出去买买了 我觉得这只包包的容量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 我顺便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康康里面的容量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它其实是有不同的隔层的 对我这只是比较旧版的康康包 新版的康康包很多 它现在就只有一个大的隔层 然后并且有附赠一个镜子 这样子的话你可能能装的东西稍微的多一些 因为有的时候如果你有一些比较厚的东西 想要装在里面的话 它如果有两个隔层的话 其实这样是不是很方便的 然后但是相比之下 mini lindy它的容量就是真的是好很多 就可以放非常非常的东西在里面 所以我觉得像比如说 平时日常出街的一些东西啊 包括甚至有些小水杯 我觉得放在里面应该都是没有问题的 OK那今天的开箱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看得还开心 如果让你选mini lindy和康康的话 你会选哪一个呢 在下面留言告诉我吧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视频 别忘了给我点一个大大的赞 并且要关注我的频道哦 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吧 拜拜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